哇 恭喜大家 过力满满哦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 哇 演戏好恐怖哦 我们的金库是加大加宽再加深 恭喜会员 今天的盘式回落超过250点 我们的训练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的隐藏版资讯概念股 叮咚亮灯涨停版 恭喜大家越赚越多 这个盘我一直告诉大家 在股市里面我希望大家是大赚小赚都可以 我也可以接受什么 小小的停损嘛 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 我认为我花在节目上的时间非常多 我上个礼拜我一直讲 我说哈 上个礼拜台股的位阶 你要懂的什么 我先讲你要懂得太弱流强 我先讲你要懂得太弱流强 然后我再提醒你呢 我们的会员就是加大加宽再加深 哎呦大赚小赚都可以赚 哎呦我赚到了 对不对 如果哈 有把颜希的话听进去 你一定是有买有卖 真获利跟我们一样 所以呢金库加大加宽 再加深的感觉舒不舒服 舒服啦 再次恭喜哈 我一直告诉大家我的节目是很优质 我不是会只带你赚的老师 我还会带你趋吉避凶 为什么这样讲呢 来你今天看到盘是回落 记不记得我昨天热腾腾的节目 才告诉他 我说哎呀从台积电延伸出来说 AI的需求非常大 那AI的需求非常大 你就要绕出来看什么细制裁啊板卡这些 但是我昨天讲了一个重点 这些股票还没整理完 记不记得我讲的非常清楚哦 都可以回去听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积电整理完了没 没有哎哇498 盐希这几天再三提醒台积电买点到了没 还没有还没有 那如果你想要做台积电当然是跟着盐希 为什么这样讲 前两波台积电我都是大赚百元价差的哦 重复一次 大赚两次百元价差 第一次在去年10月的时候买价375380 第二次在12月1月上下买价在450以下 对不对好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所以台积电整理完了没还没还没 所以我常讲啊赚完一波又一波 是不是准备再下一波 所以操作的节奏根本不用急 不急不许等待获利这是重点 再来哦我昨天也讲哦 我说哇台积电这些还没整理完 然后呢3443啊像这些细制裁啊也还没整理完 有没有看到创意今天差一点点跌停 对不对所以我说我的节目优不优质 大家有没有认真听我不是只会帮你赚的老师 我还会带你趋吉避凶 这我觉得是大家需要的为什么 因为你赚了钱你要懂得锁金库啊 不是赚了以后呢哇纸上富贵不懂得卖啊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今年1月到4月 我已经7档涨被股了 我已经7档涨被股了 刚才跟你提醒的是昨天的节目 我再拉一个比较远的 我说我的节目很优质 记不记得在去年底过年前 你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一定是看到MCU MCU被中国大陆干嘛消价竞争 中国大陆现在是杀红了眼 怎样都要卖 连赔本都要卖 成本没回来都要卖 对不对今天很大的新闻洗版 所以你看到来6202盛群差一点跌停4919 哇新唐这么好的公司也是大跌 来把我过年的特别节目 还有年前我送大家趋势大预言的节目 通通拿出来 这节目呢我告诉你我说后今年 其实你要注意的是 我说今年喔我在过年前讲的 我说你今年确定要避开是消费性的供应链 而且呢我连财经吸引力41级 我都已经跟你分享这两间大场 我说了这两间的展望是两极化 为什么你可以看喔 他们都是偏消费型的电子供应链 好那假设你这段时间 你这段时间我讲了喔 你以6202跟4919比较的话一定是4919是比较有获利 4919的位元数是比较高都是往高阶的 不是那么中低阶的 那6202的MCU的位元数大概就是 呃8位元啊16位元啊算是比较中低阶 所以他在消费性产品很多你今年要避开 来你就从1月看到现在如果如果你1月到现在都在做像这样的股票 你是不是来浪费行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那你看我我不用讲多我讲我的脸语 1月讲到4月1月涨到4月对不对 现在我们只有什么赚多赚少金库加大加宽再加深对不对 来恭喜会员那接下来呢我们私房菜叮咚 亮灯掌停板 来接下来的私房菜时间我们就留给会员了 华关头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动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关头顾111今晚头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